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将军的名字就叫做张志忠 张志忠出身西北军 西北军是冯玉祥一手建立起来的心血 地处在贫乏穷困的大西北 这是一支穷部队 他的装备极为差劲 但是训练非常的扎实严格 张志忠因此有个外号 大家叫他张八匹 而二十九军最为人激情乐道的 就是这一支大刀队 你可以看到每个士兵都有个背包 背上的背了这一把 重达三斤重的大刀片 个个看起来是武艺高强 1930年中原大战 冯玉祥的西北军 遭到中央军蒋介石给打败 遭到了收兵 部队分号呢 两位二十九军 隔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东山省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 日本即将要全面启动清华战争 1933年二十九军奉命驻守长城这条防线 防线东启冷口吸到马兰域 全长三百多里 在长城外头是虎视眈眈日军 他们拥有飞机大炮 而在长城内则是宋哲元所带领的二十九军 他们装备烂得可怜 有兵无枪 有枪缺弹 每个士兵呢 发一把大刀片 然后配发六颗手榴弹 惨的是呢 这手榴弹扔出去 还不一定会爆 不过二十九军打仗 向来就不是靠装备营人 二十九军最可怕的 就是他们的精神战力 1933年3月9号 二十九军组织一支赶死队 趁着夜黑风高 越过了长城 袭袭日军的阵地 睡梦当中的日军 就这样子一颗颗人头落地 这就是著名的洗风口大戒 张之中救死一战臣民 成了民主英雄 在四年之后爆发了 隆国桥事变 这位昔日的长城英雄 竟然在一戏之间 成了万民迫弃的卖国贼 你知道我有个外号 知道 叫什么 叫张 张 张八皮 是 别让我八 是 我们上洗风口 我认为大刀队反映的就是他西北军的一个练兵的精神 也就是说他们跟当时的所谓的中央军事没有办法相比的 就是说不管是现代化的火力 或者是我们说无几个方面才不能相比的 他说二十九军他们基本上背上都会把大刀 在有些照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他们把大刀 然后他们基本上鼓吹的就是利用近距离的漏搏 利用大刀的方式来跟日本人做近距离的搏斗 我只跟你们说一句话啊 明天预落的时候 我们的山顶人见面 1933年3月9号 抗战当时很重视宣传 所以洗风口的胜利在当时 算是二十九军一个很重要被宣扬的一个战绩 洗风口一意重重打击了侵略者猖狂气焉 日本媒体惊呼 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声誉 静丧于洗风口外 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污辱 日军恼羞成怒突动的飞机狂轰滥炸 二十九军用大刀筑起的血肉调成 伤亡惨状 不得不退 所以后来华北从1933年以后 事实上并不是增加军队 而是不断地把军队从华北撤出来 那一方面是日本的压力 一方面是当时很多政治的考虑大概都有 所以大致我们的理解就是 1933年以后 能够留在华北的军队其实越来越少 那二十九军当时就很突出 他突出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是少数能够留在华北的军队 而且因为他在历史当时的形象上 他是抗日的军队 截止少数能够抗日的部队 二十九军守在北平城 处境尴尬 眼看着日本人亲门爬户 手上的大刀却无用之处 日本人软英尖师 1937年3月 邀请军长宋哲源访问日本 日本人约宋先生去日本 这个宋先生考虑这个 不答应当时那个局面也不好办 答应宋先生他是 是个首长 在华北来说 他不能去 我父亲在天津的不是跟各个领事什么的联系比较多吗 所以这样的就派我父亲去 日本人事实上也很希望 就说OK 我拉了宋哲源之外 我另外挖你的墙角 最好你底下的干部也能够跟我日本人往来 张志忠是38世的师长 兼任天津市长 他是29军里第二号人物 这一去不得了 日本人拿来大作文章 宣传张志忠率领代表团 在日期间受到各方热烈的招待 满载而归 当然日本会透过媒体的渲染 跟所谓的这个所谓敌对国的中央将领 到本国来参访 但事实上媒体的交错 那彼此的渲染 当然会把它污名化 但是一个将领 他不仅在战场上 如果今天外交也是一个战场 他如何把自己 从一个保家卫国 穿军服的军人 变成转身为一个外交官 不穿军服的军人 这种尺寸的拿捏 据说蒋不高兴 对 蒋不高兴 因为据说蒋的一个理由就是 代夫无私交 中国人有一句古话 说你做人家干部的 跟外人是不会有交情的 你看你老板脸色 为什么你要去外国外人打交道 所以他认为说张志忠 因为张志忠去日本这件事情 并不必征求蒋介石的同意 蒋当时也管不到他 严格来讲管不到他 所以大致来讲 他去日本这一趟 大概就是日本人邀请宋泽源 那宋泽源同意了张志忠 张志忠就带人就去了 所以据说消息传到南京这边 包括陈臣 包括唐恩博 他们据说都给了很不好的一个报告 那访问完回来之后 整个华北都一致地认为张志忠 就是就把它归类成亲日派 就刚刚讲到说 军人如果涉及到政治的时候 这个时候人家就把你身上标签 就贴上去了 你就是亲日派 欢迎洗风口的英雄 谢谢 但愿能做卢沟桥的英雄 请 因为今天里面其实有一段 很著名的桥段 就是日本人进北京城 那张志忠在北京市政府迎接他们 二十九军开始控制北平天津 这一块地盘之后 大概他们都理解到 就是你要继续留在这个地盘 你就是必须搭好日本人的关系 换句话说 你必须在南京中央跟日本人中 取得一个平衡 你才能保住这个地盘 张将军 目前是建立华北屋省自治国的好机会 使使务者为郡纪 王军会保证你的前途 但求国家的前途 不及个人的前途 向阁下身为军人而没有主见 不觉得很可耻吗 七七事变的发生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状况 就是日本人希望逼宋泽园就范 也就是说进一步地接受日本人的命令 甚至下海去做汉奸之类的 或者是等于就是帮日本人管北平 类似这样的一个角色 在北平等于就是 成为一个北平独立的势力 独立于中央 然后听日本人命令 类似这样的一个政权 所以七七事变的爆发 大致来讲 是日本人希望逼宋泽园就范 1937年7月7号 深夜10点左右 日本华北驻军 在距离北平十几公里之外的 卢沟桥进行军事演习 演习结束之后 日军恍春一名士兵失踪了 要求进入婉庭县搜查 中国守军拒绝了 这个无理的要求 季刑文 季团长 把情况稳住 派保安队在城内 搜出那个日本兵送回去 报告副军长 城里根本不会有日本兵 他们存心来闹 要我们撤出西门外 我明白了 等我电话 季团长 日本人的意思究竟怎么样 他们说 限我们三分钟之内 撤出西门外 否则就要向城里开炮 现在就算了 隔天凌晨 日军包围了婉平县城 随即发起了攻击 攻击开心 我对小军理解他年龄层的问题 比较青壮派的 他们是组装抗日的 也就是比较年轻的 他比较没有什么顾虑 团长连长 那他们比较没有什么顾虑 年纪又轻 他们是组装抗日的 所以我知道像后来最有名的吉星文 守婉平的吉星文 他们就地就打起来了 可是高层的考虑就多了 高层的考虑可能为了地盘 可能为了将来用这个地盘养军队 那他们还是希望说 尽量跟日本人能够 能够大势化小就大势化小 吉星文团长开了第一枪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 的 报市长 我们是北平的学生 学长好 请问您二十九军会不会放弃北平 我不是来了吗 师长 日本军的火力怎么样 火力很强 我们守得了守不了 命令要守 我们会守到最后一人一枪 我们要组织学人队参加特议 对 卢国桥事变爆发之后 继察当局曾经和日军进行三次的和谈 日军持续地增兵划北 南京政府的政策是避免冲突扩大 能够化解就化解 但日军却调兵器将不断阻力 1937年7月28号 日军袭击29军南院兵免 赵丹宇 佟林阁壮烈殉武 北平遭受日军四面围困 北平遭受日军 狮子胡同内的29军军部召开秘密会议 打或不打 天人交战 老蒋又来变了 让我们立即退守保军 南院又联系不上 北平随时又陷入敌手的可能 二十九军守徒有责不战而退 舆论和国法难得 打 北平古城就会毁在我们的手里 这是军长的首令 上级让你留下了这副日本人 为什么留我 你去过日本 懂得日本 日本人最在乎你 既然在保定开户 何必要留我在北平鬼魂 还是老话 拖 多拖一天我们就多练一个兵 多造一支枪 你不怕日本人逼我当汉奸 你要当汉奸 日本人会把华北巫省交给你 可是为中为剑 全在你自己 谁逼也没用 我可以不接受这个命令吗 宋职员队张思忠说 西北军师冯玉祥用心血剑的 留下这点底子 我们得给它保留着 非你不能做到汉日本人坛 你拖上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们就能够把部队收容起来 改变局势 望你忍辱负重 好自为 送他们走的时候 我心就流眼泪了 说你们这一走啊 是民族英雄去抗战去了 他说我留下 我这不是就成了汉奸吗 说这个就留意了 第二天 二十九军默默地撤出了北平 独独留下了三十八师的师长 张志忠代理北平师长 当时的一个谣言是说 张志忠是希望取代宋泽源 然后继续掌控北平 就换句话说 除了宋泽源之外 张志忠也在走日本路线 北平城里盛传 仗不打了 因为中国出了汉奸张志忠 各大报纸怒批 张逆自忠自以为忠 曾经是长城的抗战英雄 在一戏之间 却成了万民唾弃的卖国财 这时候说张志忠那时候 没信息 不晓得他在哪里 这些当兵都算当罕见了 都想当官的 我这当官的 当官他也想 张志忠 军队走了 枪包不能带走 有些枪包让我们抗日 二十九军不敢打 我们敢打 二十九军怕死 我们不怕死 对 我们怕死 二十九军骗人 二十九军大刀片都像一张纸 有没有敢留下 跟我们一道抗日的 至少 我留在这 你一个人留下来 有什么作用 你为什么要留下来 你是不是想办案件 一九三七年八月八号 日军在北平 举行了路程仪式 这是日军的先头部队 正在穿越 镇阳门前方大街牌楼 所拍下的照片 其中有一支日军的部队 登上了朝阳门的城楼 俯瞰北平城 在脸上露出了 合意的笑容 而此时此刻的张志忠 他已经透过了 北平城报发表声明 他即将要辞去 代理市长的职务 这个人叫做俯开神 他是一个美国人 是一个定居在 北平市的传教士 张志忠 他想到了这个人 也许这个人有办法 可以让他平安地 离开北平 俯开神让张志忠 换上了藏袍 打扮成像是一个学者的模样 接着安排了一辆 挂有意大利国旗的汽车 趁着天色都还没有亮 通过了日军的关卡盘查 张志忠 他终于顺利地 离开了北平城 而两个月之后 张志忠 他辗转来到了南京 在秦德纯的陪伴之下 他见到了蒋介石 赴京请罪 蒋介石告诉他 你在北方的一切情况 我均明了 我是全国军事委员长 一切统由我来负责 你就安心地保养你的身体 避免与外人往 稍迟再与你相谈 而蒋介石 这个稍迟 就是两个月过去了 在南京的这段日子 张志忠度日如年 他的参谋长 张克侠在日记当中 有这一段描述 经网见晋城师长 其貌憔悴 心虚不驾 存为可看 这段期间 包括自己的老长官 冯玉祥 宋哲远等人 都替他向蒋介石 来说相 说情 史任第五战区的 司令长官 李中仁 他跟蒋介石 说了这一段话 他说 张志忠是一员 忠诚的战将 绝对不是想当汉奸的人 现在他的部队在河南 听说有人想要 划分掉他的部队 如果中央不让张志忠回去 他的部队又不接受划分 真的跑去当了汉奸 那可可糟了 早不如让张志忠 回到部队 戴罪立功 经过多方的说项 终于说动了蒋介石 他下令批准张志忠 战带59军的军长 这道命令 对于张志忠来说 意义非常的重大 一个军人 他重新回到了战场上 他将用生命害热血 洗刷背负卖国贼的骂 1937年8月7号 代理北平市长整整十天 张志忠透过了北平城报 发表了声明 他辞去所有的代理职务 一个月后逃离北平 父亲呢就 当时看着人也很憔悴 也很没有心声 这个跟说 我这次你就要走 就到前方去了 以后呢 家里边的事情啊 对我母亲说 你一定跟这个弟弟 什么事情就委托给我母亲 我叔叔来管理家里边的事情 父亲这样的天 已经很深了 就这天很晚了就走了 就盼着父亲呢 将来能够 砍旋 把日本 日本打败了 砍旋归来 我们哪儿迎接他 当时我们就是这么一种心情 可是不知道就这一走 就再永远没再见 爹 爹 你别忘 你说过 中国人要忍最后一分钟 要撑最后一秒钟 为什么日本人刚上了陆高桥 你就不肯忍 不肯撑呢 你是中国人吗 娘 张志忠南下南京 亲自向蒋介石请罪 当时上海南京的舆论界 指责张志忠 善离职守 不是抵抗 欲请中央言语惩办 军事委员会也有人主张 将张志忠 送军法会审 日本人功夫真是做到家了 到处放谣言 说你受天皇的亲命 回南京来做内奸 很多人都相信 你的处境很困难 宋哲远给南京挂保证 保证的意思就是说 张志忠独自留下来 是我让他留下来的 也就是到后来 因为大家对于张志忠的角色 有很多的怀疑 舆论很不利 我们是来抓韩天的 韩天 有韩天 我们看见张志忠在车上 张志忠 我们要把张志忠的鼻 在哪儿 在这儿 张志忠在这儿 是吗 张志忠在这儿 他不许乱来 他自己拔过去 当韩天就拔皮 张志忠竟然已经回来了 这证明他不是韩天 他是日本的前提 我们不能让他进南京 他先去找了山东 当时的省主席 叫韩富举 韩富举跟张志忠 他们都是冯玉祥 以前的老干部 韩富举 樊富举就收留他 然后之后几个人 就开始上电报 给蒋中正 帮张志忠 等于就是说情 多少有一点 就是刚刚我们讲到 包括宋哲远 宋哲远都出面保他 说他留在北平市 他要他这样做的 那韩富举也都帮他 帮他忙等等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很多的当时往来的 一些内容 电报内容 大致来讲 基本上当时很多人 冯志安这些好朋友 都帮他讲话 那可是据说 当时蒋先生的 第一个反应就是 让他回来可以 可是不能让他回平队 我以武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 请委员长放张志忠回去 率部残战 五十九军是进尘一手训练的 统帅多年 如果真的把他逼上绝路 那可就要一物党国了 何况国家正是用人之事 其实这个事情 冯玉祥和宋哲源 都已经给我讲过的嘛 既然德林也是这个意思 那就马上下个命令 让进尘即刻回部队 以军政部 中将部副的名义 兼五十九军军长 你看怎么样 你两位长官到办公室去 张将军成军长了 张将军成军长了 张将军不是开舔 你看 他不是开舔 你看 1937年12月7号这一天 河南道口旅元屯的 五十九军的军部 一片喜气 因为老师长回来了 张志忠对大家说 我没当汉奸 今天回来 就是要去死的 从那刻开始 张志忠说的最多的 就是一个死字 对一个军人来说 在战场上冲锋杀毒 舍身暴露 这本来就是你军人应该有的指责 但是要一个军人为了国家 为了民主 然后要他背一个叛逆 或者是汉奸的骂人 这个比在战场上冲锋杀毒 还苦还难 真的 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 以张志忠将军所受的委屈 我觉得他那时候 一心求死的那种意念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那个事可以体会 1937年的冬天 张志忠终于回到了部队 他对于大家说 人家都是我当的汉奸 但我没当汉奸 今后来看 我一定要对得起中华民族 今天回来的 就是要去死的 好狗不死家门 看大家如何死法 从那个时候开始 挂在张志忠嘴边 最多的一个字 就是死字了 我们来看1938年2月 号称是日本皇军铁军的 百元师团 从山东半岛登陆了大陆 沿着冀州铁路 一路的西境 他目标在夺取徐州 四十军的庞敏勋 奉命要固守灵仪这个地方 结果遭到了百元师团 猛烈的炮火围攻 一架架飞机 不断的轰炸 离避这个地方 情况相当的危急 有谁可以在这 千军依法之际 解救庞炳勋之伪吗 当时李中仁想到的 这个人 就是张志忠 但是张志忠他愿意吗 李中仁有这样子的顾虑 是因为他知道 庞炳勋和张志忠两个人 在西北军的时候 是有过节的 当时庞炳勋 倒戈头甲 袭击了张志忠的部队 差一点要了他的性命 如今要张志忠 去解救十一日的仇人 张志忠愿意吗 结果没想到张志忠 他恶话不说 他接下来真要努力 他的部队当时在封县 距离林毅这个地方 大约有90公里 张志忠他心夜兼程 3月11号出发 隔天下午 全军抵达领 据说庞炳勋 见到张志忠真的赶来救他了 他老泪中痕 守军看到了张志忠来 士气打针 隔天一大早 张志忠 庞炳勋 联手展开了扶小攻击 把板原师傅安打得是落花流圈 这个庞炳勋跟张志忠两个 都是西北京里面的建教 然后呢 两个本来是如兄如弟 但是庞炳勋后来 就是反对风雨响 然后整个就倒戈 而且还袭击了张志忠将军的部队 听说还差一点 张志忠将军就杀了 那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 张志忠就觉得庞炳勋这个人 不仁不义 就不太愿意跟他在一起 甚至觉得说他要报这个仇 如果张志忠真要报这个仇 那么1938年的2月初 就有一个机会 当时日军的精锐部队 板原击鼓两个师 从山东南下 以夺取徐周围战略目标 准备会时抬得撞 庞炳勋手下五个团 在灵异遭到板原师团 优势兵力的回攻 岌岌可雷 奉命解围的竟然这么巧 就是张志忠 如果张志忠还气愤的话 他们庞炳勋 恐怕是胸锅前响 那时候是归第五作战区 就是所谓第五战区李忠仁 他就跟张志忠将军说 你跟庞炳勋过去的这些恩怨 都是失怨 都是失仇 那现在庞炳勋在前线 抗日杀敌 他是在报国仇 血国词 这个时候 你应该要放弃 个人的一些利害 不要 要不记前线 当时张志忠将军 以他曾经在华北所受到的 那些屈辱 这一点小小的恩怨 他当的隔壮 请李展官放心 不灭日寇 自当拼死江城 德功之欲之恩 自终永志难忘 好 我现在派徐参谋长 与你同去林仪 协同作战 是 庞军团长 你必须 不惜一些代价 固守林医 张志忠的五十九军 务必在是四日凌晨 强度易水河 就在千军一把当后 张志忠心也迟远 两人见了面 情绪都非常激动 张志忠对庞敏军说 过去的橙芝麻烂骨子 一笔勾销 请放宽心 小弟拼死 帮你打这一仗 这场林仪大写 张志忠 庞敏军联手兼弟 两千余元 揭开了台二庄大写的序幕 本军任务是 封锁交通 阻止百元的前进 以确保台二庄会战的胜利 请军长发布命令 我决心以一百三十个连 分成十八路纵队 切断百元师团的运输 连长郑王 以连复地步 连复阵王 以排长以下一次地步 每一个连 必须达成既定的任务 无论台下多少连长 每一个人 绝不许停止前进 第九三八年十一元到一九三十四 软软的四肢 张志忠发动了四次中小规模 奸命也不像四千人 报应长 山魂又上来酒粮产生 恐怕我们左翼挺不住 我已经叫赶死队击合 每人身上把他炸药 钻打开死肚子 你 没什么 二十年后 就是一条好案 谢了 再见 1939年5月2号 国民政府颁布命令 为张志忠加授上将军衔 宋泽源早他几个月死掉了 宋泽源是病死的 据说当时 因为他都是以前的旧的长官 所以他们几个老干部 冯志安他们几个老干部 都去调业 据说张志忠当时 就跟冯志安他们讲了 就说同龄阁也走了 现在宋泽源也走了 他觉得他一直把那个 好像我觉得这个人 到后来一直把死 牺牲这件事情挂在嘴上 所以我认为张志忠 他会过河清零前线 又带那么少的人去 而且到后来 他在南瓜殿的表现 我认为他是真的 想以死名字吧 明依大捷揭开了 后来台车庄胜利的序幕 在外界眼中 黄敏勋 张志忠 这两支杂牌部队 竟然在第五战区 一次又一次给了日军 迎头的痛起 打得号称是铁军的 板元针侍郎 挥头逐脸 1940年的4月中旬 日军集中了 六七个式的兵环 卷土重来 要全力的进攻 当时张志忠 已经升任 第33集团军的总司令的 总部就设在湘河的西岸 日军的第13师团 在东岸猛攻守军 战况非常奇迹 张志忠决定要亲自的 渡河指挥作战 在出发之前 他写了两封信 一封是写给他的 副总司令同志恩 一封则是写给他的官司 他说 我与弟等同生死 共患难十余年 感情欲骨肉 我们既然奉命守这条线 与其退到后面还是要拼 不如就在这条线上 拼到底 万一不幸拼完了 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 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了 我们没有亏负他们的豢养 我们也不会做了一世的军援 过去携手并肩 打过了每一场仗 哪一场仗 不是张志忠冲在最前头 在每一次的通差之间 他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想把所有过去 对他人格良心上面的扭曲污点 从身上擦掉 他明白 只有鲜血 才能够彻底洗净这些杂力 张志忠他率领了两千多人渡河了 日本人捷听到了电报 立刻从四面八方调集了重兵 将张志忠一路围困到了南瓜殿这地方 张志忠求人得人 他是二次大战头目国当中 牺牲的最高将 将志忠作为集团军的总司令 他本来是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 出击作战的 但是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 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 记得他在写信给他的副司长冯志安将军的时候 他的副总司令 当时你来讲 副总司令冯志安将军 他就说 他就跟他的副司长说 我今天晚上 我要准备要东渡相和 然后我到了这个河东了以后 我如果能够跟38师还有179师能够联系得上 我就带着这三股的兵力直接向北拼杀 如果不幸跟这两个师的兵力联系不上的话 那我就带着我这三个团的兵力奔向我最终的目标 他讲的最终的目标当然是什么 就准备要拼死 那我在想说 这个他所带的这三个团的兵力 难道不知道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这些人为什么又愿意跟张志忠将军一起去拼死 我希望能按照原定计划 过江区收复早阳随线 等部队集结整齐 我就开始行动 对岸的情况很混乱 总是你亲自过江 委员长非常担心您的安全 他到了那个相反前线的时候 最后到相反前线的时候 当时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到第一线上去 因为以他当时已经是集团区总指令的身份来讲 他不需要这样做 可是我一直认为张志忠 或许从他的角度来讲 他对于外界对他的误解 大概一直很耿耿于怀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 我认为这可能是存在的 这种心情上的压力大概是存在的 我认为他或许他证明自己是抗日的 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吧 总指令就讲话 同胞吗 低血吗 你们今天小弟们到哪去小弟 我的报告总指令我不小弟 今天总指令亲自带着你们 少喝钱 走小日边去 说你们怕死不怕死 大家就是不怕死 好同胞 好低血 不怕死的就是好低血 张志忠亲笔昭告部队 国家到了如此的地步 除我等为其死 毫无其他的办法 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 我们国家以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主 绝不致亡于持续三岛窝奴之手 看得出来张志忠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他身上所背负的屈辱 非先谢无法洗净 张志忠大踏步地走出了指挥部 迎着炮火和烟消他踏上了小船 清帅两千多人向最岸下去 张志忠像是一批酒精战独军 他一听到的炮声便全身亢奋 他迫不及待地冲上前去 他似乎已经了解到 这是他生命流纯天地的最后一战 他将冲上去的炮火和烟消他 真的吗 他将冲上大踏步地走出了 高志忠大踏步地走出了 大踏步地走出了 高志忠大踏步地走出了 警察 等下 是 快速的南火天的包围 必须有何犧牲 尋找人 逃走 同時 全力向南火天 1940年5月16日 張自中率領1500余人 遭到日軍6000多人 圍困在南火天 日軍中做過天津市長 他在中國的將領裡面不是泛泛之輩 日本人大概很注意他 所以大概我們知道南火天的時候 大概日本人是有捕捉他的意思 或者基本上知道 他人已經到了第一線 所以很多的資料是說 日本人當時是有接聽到情報 而且是知道說 他跟著他人不多的 如果我是日本人 我是日軍 我也想活捉他 因為太有宣傳效果了 因為張自中將軍 當時就是你 中國抗日的一個英雄 已經成為中國抗日的英雄 我能夠活捉一個中國抗日的英雄 對我來講多有宣傳的意義 所以我是日軍 我看著我當然也有機會活捉他 可是張自中將軍 他可能也知道 如果他今天不走這一步的話 也可能會被日本 變成日本的這個服務 趕快把銃拿來 把銃拿來 把銃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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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絕對把銃拿去 不要 那些銃拿去 到了最後關頭的時候 當時他們說 他在南瓜店犧牲的時候 他根本就不願意離開 人家勸他稍微 因為當時整個前線是很混亂的 老百姓是願意救助你的 所以如果你願意學很多人一樣 化妝成老百姓 然後避個風頭 你再回到自己的隊伍 毫無問題 當時很多人是這樣做 可是張自中顯然不要 他就是不要 文田 是 帶隊伍往後山突圍 總司令一到走 你們先走 後邊還有部隊 總司令 快走 這是命令 是 弟兄們跟我來 向後山集結 走 我們不走 我們要陪他們 我們不走 16號的下午 張自中多處重擔 就在彌留之際 他平靜地說 我這樣死得好 求仁得仁 對國家 對民族 對長官 良心很平安 高階的將領死在前線 整個抗戰也沒幾個 真正一戰 是陣亡的 沒有幾個 而且據說 他身上中了七槍 就換句說是 真正激戰裡面死掉的 不是那種 有的人是莫名其妙 被人在後面打了一槍 不小心死掉的 他顯然就是很 很清楚的 就是 完抗 張自中倒在地上 周圍的槍聲還在響 但全是日軍的槍聲了 抵抗已經停止 張自中的衛食傷亡殆盡 野獸般的日軍 已經衝上了山頭 上唇一席的官兵 都爬向了張自中 用自己的身體 來保衛他們 敬重的總司令 據說張自中身上 中了七個傷口 就是當時他們第一時間 去驗傷的時候 他七個傷口 有個炮彈打在肩膀上 然後身上上下七個傷口 然後臉部據說 已經整個都凹 就打凹了 一名日軍少佐 來到了這個血肉 模糊的中國軍人身邊 翻開了他的上衣口袋 抽出了一支鋼筆 上面刻著張自中三個字 這名少佐 私聲地喊著 他是支那軍 第33軍團的總司令 日本人基本上講究這個 就是換句話說你是個高階軍官 又犧牲了 所以說日本人據說 他們就是去 去他們那個村子裡面 找了一口棺木 當地人留下來的一個 就是怎麼講 有錢人以前會自己家裡留個棺木 他們就想辦法 把張自中就放在棺木裡面 日本人他們講尚武精神 他對於這樣一個中國的軍人 既然這麼勇猛善善 這麼對他的國家這麼忠貞 其實他們也是非常敬佩他 所以在他這個 這個陣亡了以後 他還用上號的棺木 幫他入獵 還幫他埋葬 還幫他擦了一個桿子 上面寫著張自中的 將軍的名字 而且聽說還尊風他叫做 中國的戰神 1940年5月21號 天空下起了小雨 將軍的遺體 從宜城沿著水路送到了宜昌 有一位官員記錄下了 十萬群眾送兵的場面 萬火營營賢哀也寂 山頭鹿角 中葉聞悲彈聲 幾多老母夜起致面喜悅 我為張將軍做北方飯 其實警報明明 敵機已凌空 而宋記者無一退計 無一人去 日本當時有空中支援有飛機 他的火炮射程也比較遠 所以說日軍他是夾著 他優勢的兵力和火力 來攻打張自中將軍 他三個團的兵力也打了九天 到最後當然商榮待見 張自中將軍訓火的消息 傳回到重慶 蔣委員長大感震驚 我差異過委員長那天的日軍 那日軍他們寫了沒有多少字 他寫說 張自中總司令陣亡甚為可痛 黃山將軍就命了幾清文將軍 跟他的部署 黃維剛將軍 帶了便衣隊 這些特異聯的幹部跟士兵 都是一時之選 就把遺體搶回來 當時在重慶 在攻擊的時候 日軍這個剛好在空襲 沒有人走 蔣中正對他的學生講了一輩子軍人魂 最後最好的軍人魂象徵 不是出在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學生身上 是出在一個他們認為 比較旁知的一個角色上面 大概我想對蔣中正來講 也許有他自己的一些 不過不管怎麼樣 就是從民族大義來講 雙子中已經無虧了 這是歷史上令人悲嘆巧合 張志忠將軍 張林甫將軍 他們壯烈殉國的這一天 都是五月十六號 南瓜殿 孟良固 都因為一個將軍之死 歷史流明 但其壯也非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起事物 我這麼想 我們再會 阿尼